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积广 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历数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不少学者加入研究行列 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浅到5000年前 然而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 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全面突出、阔髓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 他们是本地远古土著、还是外来移民、甚至是如激进研究者所认为的外星人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 隐隐能看到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的影子 三星堆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 他们是货币,还是继平博娱乐城赐品 而其出土了众多象牙 有的整齐画意的摆放 有的紧取象牙肩部 适合含义 如今四川盆地并无大象生存 这些象牙从何而来 古蜀国的消失很神秘 中间留下了2000多年的空白期 关于古蜀国的灭亡 目前所有说法仍停留在假设层面 水患 三星堆遗址北林鸭子河 麻木河从城中穿过 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 发现洪水流下的沉积层 战争 遗址中发现的器具 大多被事先烧毁或烧焦 但对器物进行精确测定后发现 它们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迁徙 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个古王国 开始如此大规模的迁徙 天灾 自然条件良好的古蜀国 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几率并不大 三星堆出土了世界最早的金兆 基本上学界已经认可为全杖 但上面所刻的鱼 箭头等图案到底是文字还是图画 至今并没有一个确凿的说法 三星堆已具备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 只缺文字 文字说一派的专家已在试图破译 图画说一派的专家认为 这些个单个存在的图案 不具文字的特征和研究价值 谁对谁错 神秘的裸人 这是金沙遗址最有特色的文物之一 目前已出土十二尊 造型大致相似 表现的基本都是被捆绑的裸体男性贵巷 它们大多雕刻细腻 人物的面部表情也非常丰富 它们有的与石蛇一起埋葬 有的与石虎石壁等有规律的摆放在一起 这一切迹象说明它们是特殊的祭祀用品 然而怪异的发饰 反绑的双手 以及赤裸的形象 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中原地区的远古遗像中 如鹰虚 不时也会有桂立玉象的出土 这些桂立玉象身上都有衣服遮体 可以看得出身份比较高贵 像金沙石这样裸体在中原文明中 从没有发现过 在金沙遗址中 出土了一类独特的金蛙造型器物 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 蛙是生殖崇拜和月亮崇拜的代表 中国古代文献中 有很多关于月中有禅除的记载 同时 祭蛙求雨也是一种较为古老的祭祀习俗 这类造型的金器为金沙遗址所独有 有学者推测 此类器物很有可能是与金沙太阳神鸟金饰组合 贴附在漆器上使用 其构图为太阳神鸟金饰 居于漆器的中央 周围等具放射状或旋转状的排列金蛙形器 也有专家认为 金沙的金蛙从嘴部造型看不像蛙嘴像鸟嘴 而且有成螺旋形的翅膀 因此很有可能也是从鸟形变化而来 三星堆文化是从蚕丛 博冠鸟福道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世系 所代表的不同经济时代的都裔文化 最早结合的结血处 提供了典型的古蜀城邦 国家文化特征的识别体系 填补了巴蜀城市文明早起发源和发展史的空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